正法 什么叫正法 一门深入叫正法 你看那个正 中国这个正字 上面是一 下面是指 指与一就是正法 我同时学两门三门 不是正法 你已经有偏有血了 那不容易成就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只要你选一门 你一生不改变 叫正法 我选 古兰经 我一生不改变 我能不能成佛 告诉你 到最后的成就 果然成佛 到成佛 大家开始问 你也来了 他也来了 不同宗教全来了 你是现在宗教打架 叫不 冤不冤不 他为什么打架 他没懂啊 他如果真正懂了 那佛法这里没有界限的 一门 不管是哪一门 没有说这个除外 那个除外 没有啊 门门都是低了 门门都是要一门 无论你修业哪门 哪一门 你就一门 一门就得定 定就开智慧 一开智慧之后 就平等了 应接得定 因定开智慧 那智慧是本有的 自信里都得能 第一个是将薄弱智慧 不是从外头来的 但是心清新 智慧才生出来 就显出来 心不清净 生的是烦恼 所以烦恼是变质的 智慧 烦恼的体就是智慧 烦恼要不要断 不能断 烦恼断了智慧断掉 那断烦恼是比喻 不是争断 转烦恼为菩提 是这个意思 你要把它转变 转变从哪里转 从心上转 心是浮动 心是急躁的 心里头有妄想杂念 这个心生烦恼 心是清净 心是平等 这个心就生智慧 全在此地 那么功夫如何让心定下来 让心静下来 这叫功夫 佛教没有迷信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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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